同学们好 那开始之前呢 我先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接下来你会听到的一些话 可能是疯子的逻辑 会不太好接受 但是我希望能尽可能耐心的听到最后 这期视频会感谢所有人对旧客的认知 那我们开始 一千个观众 他就有一千个哈姆雷克 尤其这部电影的特点呢 他是剧情的多种理解可能 那比如说小丑 他是不是蝙蝠侠的兄弟 是也行不是也行啊 最终世界线都会收住 但是在另外某个重大剧情点上啊 99%的观众都达成了一句 然而我发现 那个剧情其实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性 甚至有可能是作者倾定的隐藏真相 在众多的故事可能性当中啊 一定会存在一套导演的正解 在创作时作为一个依据 要解读这条隐藏剧情啊 它需要几样工具 我会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来告诉大家 那因为在这个片子里 它有一套自己的色彩系统 所以我这个礼拜就一直待在这个 它不是电影院啊 它是上海某知名影视调色公司的一间暗房里 等一下说色彩学的知识呢 会用实操展示的形式来帮助大家理解 所以我也请好基友来帮忙 但是色彩在这个片子里啊 它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先从简单的 学员派镜头四维开始切入 引出几个微妙的细节 之前说过了全景啊 会削减主体的存在的 今天我们来说一种完全相反的景点 特写 那这里就有人会说 特写不要太简单 我早就知道了 就是大 就是清楚 没错 特写的初级用法就是这样的 是为了放大 为了看清楚画面上的字或者图案 但是镜头语言啊 它是独立于文字之外的一套视觉语言系统 如果电影的镜头设计都是为了清楚 那就跟读书就没有区别了 我们举例来说 以这个镜头为例 这里阿瑟他仅遵依族在写日记 写着写着呢 他写下了这句台词 如果只是为了拍清楚啊 那直接把写好的笔记本盘开 对着拍 静止拍个十秒 那不是看得更清楚吗 所以这颗镜头的对象 它其实拍的不是字的内容 而是在拍写字这个动作 僵硬的动作就暗示了观众去注意 握笔的是左手 那最后一个镜头拉开 露出上面的字 公公整整作为对照 进一步暗示了 上面的字是右手写的 而下面歪歪牛尾的字呢 是这个特地还搁在台面上 给你看的左手写的 画面里的东西啊 在暗示你联想画面外的含义 它的左右手就是两个人格 从这个暗示出发 在后面的段落中呢 你就可以看到 Walking他在表演的时候啊 左手跟右手是设定上的两套系统 Ather是右撇子 但开枪则一定是左手 左手就是精神分裂的视觉外化 左手Joker 右手Ather 现在你知道了特写啊 它具有暗示的作用 那比如当你看到这个拍面具和垃圾桶的特写 你就应该能读出它的言外之意了 那暗示呢 它非但存在于单个镜头的设计里啊 当两个没有意义的镜头 接在一起的时候 也会产生新的暗示 比如说字母S和字母M 它们各自都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那放在一起呢 对吧 镜头的剪辑呢 它不是单纯的加法 而是化学反应 那剪辑产生的这个镜头组啊 就是大家一直听到的术语 门泰奇 我们先来看这个镜头S啊 如果这个镜头 它就一直这样定着 那么就是初级特写 只是为了看清楚电视机上的内容 但是我们注意到 当Ather他端着饭走过来 镜头就被饭箱吸引 背叛了电视机 跟着饭咬走了 还跟了一路 也就证明吃饭大鱼看电视 这个镜头最终落给母亲 所以可以总结成 母亲吃饭 母亲吃饭 好 我们再来看镜头M 很简单 最后一个扭开瓶盖收尾 叫做Ather吃药 Ather吃药 好 现在我们把S和M的元素 混在一起打乱洗牌 产生暗示一 母亲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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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暗示二 母亲吃药 好 再来看一遍这组门泰奇 你似乎明白了什么 这组门泰奇 母亲吃 这组门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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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母亲的饭 还专门加了一个搅拌的动作 这个暗示他又来了 那他妈这药到底吃了没吃呢 为了防止过渡解读啊 所以我开始求证 那因为我的推导啊 都是从电影本身的元素出发的 所以我是不去看别的观众讲解的 我只看官方资料 那大家都应该听过有个东西叫IMDB 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影视行业的全球数据库 它上面有 它上面所有的信息都是作者本人录进去的 里面还有一个子数据库叫做IMSDB 这个就是电影的剧本档案馆 我呢找到了小丑的官方剧本 然后去翻了那一场 结果证明我没有过读解读 剧本上啊 清楚地呈现了阿瑟 他把药加入母亲范里的场景描述 甚至具体到了七种药当中 两种的指定的正经类的药品 提马西判和安宁 作用呢 共同都是缓解焦虑和助眠 他妈长期试睡 也是因为这两种药的长期投用 那么这个细节它有什么用呢 学医的朋友可能恍然大悟了 我们之前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 其实很多人啊 他为什么会觉得他妈有病 就是从这个场景开始的 这个场景他一上来 就故意把佩妮定调成一个病人 他无法自己料理自己 所以要儿子帮他洗澡 没错 他是有病 那是什么病呢 这个片子啊 他表面上给出了一个答案 就是妄想症 但是现在啊 有了这个剧本的细节 我告诉你第二个答案 神经衰弱导致的肌肉萎缩 大家可能一下子听不明白 神经衰弱和肌肉萎缩的关系啊 我用我有限的毅力学知识 简单的说明一下 比如说神经衰弱 它最基础的症状是失眠 那安眠药的症景类的药物啊 它的原理就是抑制身体的躁动 去舒缓神经和肌肉 让你的身体放松入睡 所以长期摄取呢 就会导致肌肉 一直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 逐渐萎缩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母亲无法洗澡 连走路都要服强 因为它不是脑子有病 它是身子有病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信息啊 当你再看到这个镜头 你会觉得是 阿瑟的药它停了 但是现在你知道 这最后两例是母亲的药了 那提马西畔和安宁呢 这两个药物啊 你只要百度一下 就可以看到医主的副作用 因为药物抑制神经肌肉和 血液系统 长期服药的患者呢 突然间断就会有 严重的撤药反应 也就是反寒 那还会表现出 异常的激怒和神经质 伴随有呕吐 晕现 甚至中风 那长期用药 抑制了血管活动 血管的状态啊 打个比方 就像是 长期放在冰箱里的玻璃杯 突然被扔到了开水里面 无法承受 就会瞬间爆炸 那这两种药 在我们国家都已经被绊掉了 所以我们这边很太平啊 那阿瑟知不知道 他妈是因为停药运过去的呢 你看这里 这两个人是怎么问的 还问了两遍 阿瑟他就像是一个 好心办坏式的孩子 他不敢说实话 这就证明了 他知道 那我顺着这条线啊 又去取证 发现剧本中 还有一场片子里没剪进去 急诊的护士就直接告诉阿瑟说 你的母亲就是因为 镇经药物突然戒断 导致中风 要一周才能出院 不过导演觉得 只要抖蒙太奇两个呢 就应该已经够了 那这个时候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 你花这么大力气去声明 他妈是怎么中风的这件事情 影响很大吗 这件事情呢 确实对我们来说 它只是一个合理剧情用的小事情 但是它对阿瑟来说 整个心态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我们之前说 不能肯定母亲晕倒的原因 我们会觉得就是岁数大了 但是现在知道是因为长期供药突然中断 那就有了罪魁祸首 那两者的区别就相当于 一个是自然死亡 一个是谋杀 非但是对 突然中断给药的社会系统有责任 长期供药也是这次中风的必要前提 阿瑟必然甩不开这个锅 善良的他 他虽然是出于一片孝心去投药安抚母亲的焦虑 但是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我们再来品味一下这个No 这个时候 阿瑟就非常想要从这份责任当中解脱 比如说把这个锅分给警察一点 他非常需要一个出口 偏偏这个时候 托马斯威恩给他治了一条名路 只要能证明佩妮在骗他 那他造成佩妮中风 这个责任就会变成合理的报复 那接下来他有两种选择 一 相信佩妮的说法 等佩妮好过来以后 听他的解释 承担责任和中风的母亲继续生活 第二种 接受托马斯威恩的说法 证明自己是被领养的 而佩妮是在骗他 把责任变成合理的复仇 从此了无前挂 举例来说 一 是跳楼那么痛 二 是冰冻那么冷 那么 冷比痛好 阿泽他选择了第二种 所以并不是他上了车 出发去疯人院 想要寻找客观真相 而是他想要证明自己是被收养的 才上了去疯人院的车 疯人院是谁给指的路啊 那里能证明谁的真相 用脚想都知道了 那推一百步说啊 当他拿到资料之后 要是他客观理智地去看 就能看到自己小时候和小蝙蝠 长得一模一样 其实是会怀疑的 我的生父如果不是Thomas 说不定他还有一个 失散多年流利民间的 孪生兄弟 然后遇到了我的妈妈 他可以等Penny恢复过来 然后心平气和地 听他解释理论 然后对比求真 但是他在这里却选择性失明了 片子后面还有一个细节 再次强化了这种选择性失明 呈现了一个赤裸裸的自我逃避 所以呢 Joker他是用自己的主观 去决定他想要的真相 那理解这一点你就理解了 Joker他一定要杀死Penny的 最重要的东西了 他要抹杀的不是Penny 而是Penny那套真相的可能性 他死了 那灵养的说法就会变成唯一真相 他不想让Penny 好到能说话的那个时候 一旦他能解释了 并且甚至能证明 他的说法才是对的 那么他又只能做回阿瑟 阿瑟他有一个被他害中风的母亲 一个抛弃他还给了他一拳的父亲 那么相比起来 还是这个一无所有的人生好一些 虽然无名无姓至少也没有包袱 对吧 什么都可以自己来做决定 凭主观就能决定真相 这个听上去确实很不合理 但是这恰恰就是本片解题的钥匙 那接下来我们上映彩 正式进入 您居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YK